看到吧,这就是握手楼 你看楼一楼之间的缝隙多窄 那边也是 你要进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个样子,进不了的 我看看那个大哥还在不在 大哥就是房东,以前的房东 熟悉,因为以前我就在这里住 我帮你打开那个东西,我看一下 是,就在这儿 一窗光公寓,阳光公寓 没有阳光,老板也不在 他这儿蛮大的 是,我原来住的就在这儿 就在第一个门 就在第一个门 那就是,但是我那个房间是靠,靠南的 向南,就是上设新街口大街 好吧,来看一看吧 我估计 我待个两天我就很适应了 现在也基本上没啥不适应 其实我住在这边的那个上设的城中村 你看我们房东 他呢,是两个大门 大概楼有六层高吧 六层高一层能住八户好像 一户当时我们是收到六百五 你像现在应该能收到了一千多吧 一千,我有的一千二一千六左右 你看现在一年多少了 对吧 那一层,两层,八户,八户加十六户 那一层一千多,那就一万多呀 一万二三吧,一万二三十几层 那一个月就十五六万 那一年就一百五六十个W啊 说一说很厉害 你说这还算是 他如果是村里面的话 每年我记得那是零几年的时候 给他聊过 他们能一年当时分三四十万的那个分红 村集体给他们的分红 那时候三四十万也是不得了啊 现在你光他自己的房子 都有个一百五六十个W 厉害吧,这就是广州 广州的就是村里面的人非常有钱 而真正城市的未必有那么多钱 就是这样的呀 大家也能看到刚才那个房东出租 因为现在没那么好租了吧 我看价格也没那么高 大概八百五以上 这也是可以的 这边的格局和以前没怎么变 你看这里人来人往 人就是多 你无论那么多上班的 你以前我当时和日子公司也 也那个上班 但是他们拿了那么多的高工资 有的很多人都住在这里 都住在这种城中村里面 你说 但是很方便 你像他们 你像我们当时住的也是一房一厅一居室 你想想能处备全部齐全的非常好啊 这样的城中村大家没怎么见过吧